請問老師 金貝種完是不是可以種死鮭 人家說金貝種完之後不可以種死鮭 因為種不起來 是不是跟沙灘有關係 種不起來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你先去想 鮭子對鮭子連續 所以這個第一季連續就繼續搶 還有一個就是金貝很會吃胃的 金貝三大肥 他對這個吸收消費 所以我們很多都會用他來做沙灘 因為他很會吃胃 所以種過金貝之後 他的大量生產有時候你再種鮭子 基本上就比較容易因為這個營養各方面的障礙 再來就是鮭子 輪鮭子有時候有些別一樣的病 比較容易產生這連續的障礙 但是有一個方式就是說你再種死鮭 你種的是什麼 架接苗 所以很多人是因為 為了放棄到這個病害 所以我把它種架接苗 那架接苗同時我們就會比較抗 抗性就會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我覺得也是很可以的 所以想辦法去解決 因為我們現在不可能說有很多地方 讓你去討論 你如果覺得說我種這個鮭子 種了很熟悉 你也可以嘗試看看 是可以種得起來 當然困難會比較大 你要用架接或許就可以改變一部分 這個現存是不可去的 當然 當然你可以過幾個水場 再來種刷刷的一個鎖鎖 這個當然是有一個好處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地上 用一點點的 這種 比如說對刷刷提早預防 你如果沒有做架接苗來說 所以不會種不起來 但是會很難種 這是屬性 但是你要是透過這個架接會好很多 所以 這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這不是只有刷刷 因為現在來5月開始了 溫度越來越回升 刷刷會比較嚴重 土壤現存會 從現在開始就越來越 因為 今年我們三月 四月清明 那時候就跟大家說 如果刷刷刷要稍微做一個耳光 因為今天 今年溫度普遍 因為它沒有很低 所以地溫會比較高 所以刷刷在蘇醒的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好處就是說 給水比較少 給水比較少 因為水分比較不夠 刷刷在蓋來 這個速度就比較慢 所以現在來開始進入 也忘記溫度館 再來會下雨 下雨 下雨 這個下雨之後 當然這個東西就很容易 這個刷刷就比較嚴重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去做這個房地 當然在這個過子還之後 因為沒有堵水 所以刷刷有可能會比較嚴重 所以 但是你金貴如果很早刷刷 其實影響不大 所以它不是只有刷刷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連續病害的問題 這個疫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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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能就是在初期的時候 這個病害知道 首先來做房地 這個酸糖 這個疫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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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這樣來做一個處理 這個營養 我們可以去 後手 來補充 有的是 有的是 因為那個顎在那裡 所以你顎不聽到 直接再症 直接再症 我們肥在補的時候 就是比較滑滑的 這個肥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改過 特別要注意這個磅 因為很難做 就是這個磅 可能會帶於大量的一個 給它一個利用 所以可能尽量 如果是可以 可以幫它 更多 去處理好小 磅 注意補充 這樣大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由我們注意好朋友 希望大家也了解 好